大家好 欢迎来到《微语看世间》之历史真相 中共党史称延安整风是一个伟大的创举 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 而实际上 延安整风是毛泽东通过整人洗脑珠心 逼迫中共党内达到恐怖的统一 他因此就成为中共的第一号人物 树立了绝对的权威 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毛泽东在延安抓特务的故事 其实从珠毛之争开始 毛泽东想要当皇帝的野心就已经出漏端倪 王明在中共50年中说 在筹备整风运动的时期 毛泽东曾经采取宫廷政变的方法 夺取了党中央总书记的职务 1941年9月 毛泽东常常半开玩笑地对中共的政治局委员们说 洛府是汉县帝 我是曹操 但我不具备曹操的美德 曹操满足于文王的爵位 只是他的儿子后来篡夺了地位 我本人则要持见篡位 洛府就是张文天 是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 毛泽东采取的手段就是请君入瓮 然后乘机持见篡位 早在1941年的5月 在延安干部会议上 毛泽东做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 提出必须对我们的学习来一个根本的改造 他认为照以前那样学下去 只能够继续立扬教条 而他想搞的是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毛泽东思想 9月10号 毛泽东在中共政治局会议上发言说 过去我们的党很长时期为主观主义所统治 苏维埃运动的后期的主观主义表现得更加严重 它的形态更完备 统治时间更长久 结果更悲惨 这些主观主义者自称为国际路线 穿上马克思主义的外衣 其实是假马克思主义 果然有人就自己对号入座了 博古两次发言做检讨 张文天也两次发言承认犯了路线错误 自己是负责人之一 应当承担责任 10天以后的会议主要就是对张文天展开批判了 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临近结束的时候 毛泽东突然就要求张文天立即把总书记的职务让给他 任毕石马上阻止说 这太不严肃了 这个问题最好是留待七大去解决 那时将会通过正式的决议 但是从这以后 毛泽东就擅自代替张文天主持中共政治局的会议 两个月之后 他又逼张文天到近西北解放区 去视察地方工作 这样他实际上就夺取了中共总书记的职务 同样是在那个时候 毛泽东在跟一些中共政治局委员的谈话中 常常提到他想建立毛泽东主义的问题 他跟王明这样说 王明同志我想建立毛泽东主义 你看怎么样 王明问为什么 毛说一个领导人如果没有自己的主义 他在生前就可以被别人推翻 而在死后他甚至会受到攻击 如果有了主义情况就不同了 你看马克思有马克思主义 第二国际分裂成了许多派别 但是谁都不敢出来反对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 列宁有列宁主义 第三国际和联共党内也有不少的组织和派别 可是谁都没有出来公开反对列宁和列宁主义 孙中山有三民主义 国民党内尽管是一团混乱 派别林立 可是谁都不敢出来反对孙中山和三民主义 如果我不建立自己的主义 即使党的七大选举我当了党中央主席 人们也可以把我推翻 毛泽东发起的整风运动从1942年春开始 历史三年之久 经历了整风 审干肃反 抢救运动 甄别等等几个阶段 而那个时候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 抢救运动指的是所谓的抢救失足者运动 负责人康生是毛泽东的打手 康生能够被毛看重是因为当初毛要跟江青结婚的时候 有不少人因为江青在上海男女关系混乱表示反对 但是康生坚决支持 加上他在苏联曾经悉性照料过毛的两个儿子 毛岸英和毛岸青 而且他也是最合适的人选 因为他在苏联待了四年多 经历了斯大林的大清洗运动 还亲自参加过一系列的整人事件 整人的经验很丰富 康生作为酷吏土改期间再一次成为打手 实行了极为残酷的政策 他发明的众多的酷刑中 包括把囚犯拴在马后 然后鞭打那匹马 驱使他拖着受害者不停的奔跑 直到把他拖死 把醋灌进受害者的喉咙等等 到了文革时期 他又一次大展身手 被称为贵子手 这样的一个人 其下场也是可想而知的 1974年康生得了癌症 临死前还患上恐惧症 遭受痛苦的精神折磨 他每天24小时要警卫员开灯陪着 病房里要不停的放映电影 只要病房里没有人 他就会恐怖的大叫 说谁谁来找他锁命了 谁是谁又满身血污 谁是谁带着镣铐叮当作响 喊得有声有色 听着毛骨悚然 按照佛家因果报应来讲 这就是被他害死的冤魂 来找他锁命了 1975年的12月 康生病死 死后 位列毛周王文宏之后 中共在道词中 给他很高的评价 文革结束以后 中共向全党公布了 康生的部分罪行 并且决定将其开除党籍 撤销原道词 但是没有指出 康生背后正是更加残忍的毛泽东 康生的骨灰盒 也被从八宝山中搬了出来 成了一个死无葬身之地的孤魂野鬼 他的作恶多端也祸及子孙 根据王明的回忆 1943年的7月1号 康生按照毛泽东的指示 代表中央整风运动委员会 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 题目是抢救失足者 他说抢救运动的目的 是为了抢救失足的民族叛徒 敌特分子 反革命分子 此后呢 开展整风运动的所有的单位 都召开了群众大会 各单位的领导在大会上 都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做了报告 各个单位都在宣布 整风运动的第二个时期已经结束 现在已经进入第三个时期 抢救 王明说实际上的情况完全相反 抢救运动的目的完全不是挽救失足者 而是把大多数人污蔑为失足者 通过种种强迫和欺骗的方法 造成群众性的恐怖氛围 迫使成千上万的干部 普通党员 普通团员 以及非党人士写悔过书 他们在悔过书里必须承认自己是 反革命分子 敌特分子 或者是民族叛徒 苏联的代理人等等 康生领导的所谓中共中央社会部 所做的事情就是抓人打人 刑讯和处刑 负责开展整风运动的各个单位的领导 也有权抓人打人和杀人 为了达到这一目的 他们是不惜任何的手段 抓人 严刑拷打 用车轮战的审讯方法 刑讯逼供 恐吓出卖 污蔑 大会小会整人 从精神上肉体上去摧残他们 直到把这些所谓的失足者 整到精神错乱 对于来自国统区的那些省委和县委的干部 更是残酷 这些干部是专门被召唤来参加整风的 承认自己有罪的 马上就能够获得自由 拒绝承认的就会被刑讯折磨 结果很多人被折磨致死 另外一些人由于受不了冤屈 而绝望自杀 其中有一种整人模式 叫做雷公劈豆腐 就是先集中迫害比较软弱的人 然后再打击那些坚强的人 许多受刑者在极大的心理和肉体的伤害下 精神失常 还有一些人得了重病 博一波曾经在1966年出版的《回忆录》中 记述了他亲眼看到的抢救惨状 他说有一件使我难忘的往事 奇情奇景多年来不时地涌上心头 那时我母亲与我一起到了延安 我把她安置在深沟的一个窑洞里居住 有一天我去看她时 她说这里不好住 每天晚上鬼哭狼嚎 不知道怎么回事 我于是向深沟里走去 一查看至少有六七个窑洞里 观着上百人 有许多人神经失常 问他们为什么 有的大笑 有的哭泣 最后看管人才无可奈何地告诉我 他们都是被抢救的知识分子 是来延安学习 而遭到抢救的 隋德示范是抢救运动的模范单位 1943年的9月 隋德示范连续9天 召开控诉坦白大会 在会上自动坦白者280多人 被揭发者190多人 一个14岁的小女孩刘锦梅 走上台只比桌子高一点 坦白她参加了复兴社 16岁的小男孩马逢辰 手里提着一大包石头 坦白她是石头队的负责人 这包石头是她在特务组织指使下 杀人用的武器 随时整风领导小组 还破获了一个特务美人计组织 据说这些女学生 接受了特务的口号 我们的岗位是在敌人的床上 而且还按年纪分组 一年纪叫美人队 二年纪叫美人计 三年纪叫春色队 最后随时竟然挖出了230个特务 占该校总人数的73% 一个女学生在我的堕落史中写道 特务从中学生发展的小学生 12岁的 11岁的 10岁的 一直到发展有6岁的小特务 而行政学院除了一个人之外 教员 职员 全部都是特务 学生中过半人数也都是特务 根据1994年出版的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一书透露 当时延安揪出的特务 就多达1万5千人 但是根据后来担任过 毛泽东秘书的李锐说 这1万5千人中一个特务也没有 好 关于毛泽东抓特务的故事 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